凯哥,当时你最早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留学 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下呢? 你开始了你的这个奥地利艺术留学之旅 当时是因为我没有坐过飞机 爸爸说要把出国去的时候想坐 那出国啊,可以坐下飞机体验一下 这个没解采,因为 其实我当初 小时候并没有对音乐那么早 找名为执着 应该男孩的吧,可能都稍微偏僻一点 喜欢去看漫画,把音乐器打得动 学当情是付我们的希望 毕竟我们家算是,算是艺术世家吧 爸爸是拓绝家职位 爸爸是跳舞 然后他们是长长 希望各位也是走这条路,艺术的路线 然后曾经找些大事过,就是听过我的演奏 或是对我对音乐很小的时候 我对音乐的应该都是 他们觉得我是有天的,觉得可以往这条路走 不然不然不然,不过就是 小时候还算是半逼的状态去练习 小时候也不太懂,就是不太懂 没想那么多,就是待在国外这么多年 没有想,到出国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你刚刚说到就是你家里,就是你爸爸原来也是做音乐这一块 对,话也是,这点我还倒是蛮感激他 因为他自己去音乐的时候,他都是很开的爸爸 就是我的爷爷,那爷爷也是非常反对的 还是断绝富的关系 因为那个年代,台湾那时候也是 成绩也刚发展 其实老百姓还没有认识那个富庶 所以走音乐或艺术这条路的art 因为这个并不属于刚学的东西 他们这些我爸也也是一群人 他们对这个,他们对我为了自由的悄情 然后觉得这条路是没 不但分不了成钱,没饭吃 然后而且对我那些是蛮鄙视的 觉得也是,对 因为他会是从,学自无聊 但是我爸爸自己这条路走过来 他也倒是很支持我 因为他自己体验过就是令人 当爸爸反对的时候是多么困难 但是相对来说,我小时候对音乐 没有可能,没有他这份热情 我是学的也是挺喜欢,小孩子不太懂 那时候也觉得 就是电动玩具啊,热烈议塔啊 白话可能更有趣,一起干 比起先做两个小时在钢琴前面 做不住 我觉得小孩子可能,至少男孩子吧 那个年纪的时候 嗯,小时候五十岁开始学了 那种,对啊,都挺 做的,练琴是蛮困难,痛病之小 大部分是 那上海表演是另外一回事 练琴跟表演是两回事 因为练琴的过程肯定是 就是,都要一段反驳 我也就帮你,哪个地方也要一直重复 你拿谈到练习到贵 可是你当你表演的时候,一般都是 等于是成果 嗯,你练得可以 一般来说,你都是可以享受这个程 嗯,这个时候我们 不觉得是好听的 如果有观众,那更烦,那能不能 那你当时就是 是从几岁开始 你还记得你几岁开始第一次摸琴 这样? 应该是三岁 三岁的时候的一排行 嗯,那几岁的时候开始接受 就是系统性的这种选择 五岁了,就是一般 嗯,我们现在推荐很 我同学习年龄也差不多 是差不多五岁 五岁 高起来差不多五岁 就是因为,再更早 孩子的,嗯,心智还没到那个 领域,就碰到一些娃娃圈 再是三四岁的孩子 嗯,对 对,因为琴键压下去杀手 你掉了,你掉了,你掉了,你掉了 他们的孩子 那个孩子那时候 对你按下去的 就是按下去的力道 他的手指 那个扎鱼 按不到那个时刻 十礼拜的时候 五六岁去按琴键 什么影师叫做事 我记得我之前在 就是在了解你们的时候呢 然后我是刚刚 当时看到是有一个计划 然后当时你是听过了那个计划 去奥地利留学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然后那应该也是一个非常 把他接下来一个项目 具体当时的筛选条件 具体当时的筛选条件 是不是有没有 对,当时 他们的 我是正好是第一届 所以那个计划其实是没有 然后就是他 当时 就是台湾比较优秀的孩子 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是 正好我的老师就是那位 那位计划 Eason 就是 就是 他大概是有过程 类似赛 对 可是是因为我老师就是他 他们才是建议我去报 参加呢 然后 当时确实都很优秀的小朋友 都突然很青了 明白明白的 然后我表现的那时候也算 也算不错 以前做完 然后第一届我记得是15个人 15个人 15个人 就是他会在不同程度上的支持你 在我们外的 人们去澳洲去美 他们会给你同程度上 学习 那些人做 就 大概11批全部都是做音乐 对 这个针对音乐 我记得 一家的音乐 毕竟有点 然后 就是各个 好像甚至只有钢琴可以 其他乐器可能有其他乐器的 项目 我们的项目只有钢琴 10到15个人 10到15个人 就是主修钢琴 主修钢琴 专业钢琴的学统 是他们出国的学统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大概 我可以算一下 那个时候 你应该才13次左右 对 对 但其实现在其实父母 我其实都会 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 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支持你在那么小的时候 有了这个背景异乡的这个勇气跟魄力呢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哪些人其实是对你 你来说产生了一些 比较深远的一些影响 对 对 父母亲 当然也是不太容易 也是因为 13岁的时候 郑老师 你男生应该算 算大一生 判例期吧 判例期 就那时候 以前小孩子 小男孩的时候可能 不乖的就是挺多点点嘴 出宝 可是到了13岁 叛逆期的时候 就 会 跟父母吵架 然后有时候就是 就不可理喻 都会成为二年代 对 在这个 或是各位 我一般的犯动犯人 刚才也知道 我讲的就是 判例时候 就是很难想走 故意倒茶 或故意反正吵架 也是找事 然后 枪手不愉快 然后 那父母那时候 我可能也觉得 受扣我的汗 但他们还是爱我 就是说 我在那时候的环境下 还有学习环境下 也是不太 不是很理想 就是说我本身的 这个年纪的叛逆之外 然后 沉迷于 可以说甚至是 神明游戏吧 我们这类网去 玩一些的 然后 他们 正好那些契机有 就是 有个契机就是 爸爸的同学 嗯 他在 奥地利国家 加拿月台 他是担任小弟 首席的 然后他那时候 有一年暑假 上往来台湾玩 就是他们开同学会 嗯 然后就会带他们的小孩子 就是我爸爸 你带我去参加同学会 什么的 然后就 我跟那位 跟那位 算师母吧 就聊到 他认为 当下 当时 台湾的环境 学习音乐 又贵了 又不是很理想 因为太 这个 大环境对艺术 没那么支持 也没有那个艺术氛围 嗯 他认为 在奥地位好很多 相对来说 不贵太多 因为 在欧洲的话 你如果 能够考到国际的 他们上学费是免费 嗯 嗯 在像 当时在台北 在台湾的话 学费都会 嗯 对 一般的话 老师学费都是收挺高的 我刚才突然好奇想问一下 你现在还记得 你当年玩的那些游戏是 是什么吗 哦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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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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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小霸王 对 嗯 还有什么桥房 应该那个是 对 圈后打过 哈哈 可是新北北那个年代的 嗯 热血高校 嗯 这对有个多数 还会什么 好 那时候还有我看 还有我看 迷 看小说 听的小说 我真的还好 因为今天小说 看了 看了几礼拜 就看完 一期六 我也是听你了 年代 年代